为什么90年代的足球让我们念念不忘呢 80后的球迷好像足球的美好回忆还停留在上个世纪90年代 在那个没有手机没有网络的年代 电视里的足球节目很难让我们尽兴 于是像足球世界 足球俱乐部 当代体育 足球报等等这些报刊杂志 就深受我们这些球迷的欢迎 每一个课间10分钟都会扎堆同看一本杂志 每一个精彩的瞬间都会争论的面红耳赤 每一张杂志附送的球形海报都会贴在房间最显眼的位置 90年的意大利之下让我们见识到了足球的真正魅力 球王马拉多纳 德国三驾马车 荷兰三剑客 让我们爱上了这项世界第一运动 94年的美国事业杯居然是罗马里奥的绝唱 而玫瑰丸体育场 优于王子巴乔设施点球的背影 在我们心里留下了一种横的老名 98年世界杯首次过军 欧文的横空乎世 布兰科的挖跳过人 伯格坎普的惊天绝杀 而最后的金靴 则是左脚和拉小提琴的达沃苏克 那时候的我们单纯乐观 无忧无虑 足球给我们带来的快乐 至今难忘 多年后的今天 当我们回扬起那时的青春懵懂 依然会流连往上 那些泛黄的旧杂志 那些后悔也没有好好保存的球形海报 承载了无数我们青春的纯粹 为什么90年代的足球 让我们念念不忘呢 还不是因为 我们都老了